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当贵 陕西河阳人 自幼熟悉儒家经典 常公开抨击佛教 理智光大儒学 后因一场大病 于二十一岁时剃度出家 自称常惭愧僧 从此以净土出祖 东进慧远大师为楷模 一例促称佛教净土宗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复兴 同时也深深影响了 灵岩山寺的岛峰 自1860年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 之后整整半个世纪里 灵岩山寺始终是一幅荒芜 衰败的景象 直到1926年下 苏州灵岩山这条岩用了 两千多年的登山小道上 出现了几位僧人的身影 其中除了十多年前 应目睹相声恳请 前来主持灵岩山寺重修的真打法事 还有被后人尊称为 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 世印光 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访问 正是这位当时已经 灵满天下的僧人的到来 使这座江南名山 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1893年 印光大师入浙江普陀山 法语寺管理藏经 终日阅读经藏 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潜心修行 这时的中国 正逢千年未有的动荡与变革 西来的文化 科技甚至宗教 极大的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佛教也开始受到一些思想激进者的质疑 1914年秋 发表于佛学从报上的几篇文章 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 文章作者署名长禅 就是自称常惭愧僧的 世印光 原来 早在此前十几年间 当时以行脚游学著名的居士高赫年 曾多次到访普陀山法语寺 向印光大师请教净土宗诸家法药 其间 更取得大师数篇文稿 此时 恰逢敌楚清居士 创刊佛学从报 便将这些文稿发表出来 从此 开印光大师 接报刊杂志 弘扬净土的端序 因为中国近代 整个的社会中间都觉得 这种宗教信仰都是属于迷信 怎么样来让大家真正地明白 那佛教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 佛书的刊印 这个佛教杂志的常办 很重要 当时佛教杂志是上百种 四年后 1918年 居士徐卫如 搜集印光大师信稿二十多篇 连同发表在佛学从报的五篇文章 提约 《印光法师文超排印正月》 此后 国内多家出版机构 有数次增补重刊 一印再印 《印光法师文超》 就此风行天下 我觉得他最有贡献的 就是他那些书信 针对一个信众的 一个具体的问题 他来给回答 给人解惑了 让人家明白了 在这部民国十六年定本的 《增广印光法师文超》中 收录了大师十余年间 通信的底稿二百多篇 面对各个阶层 在剧烈 频繁动荡中的自我迷失 《印光大师》 融会儒学与佛教智慧 从人伦本分的角度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敦伦尽尽分 闲邪存成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无论在家在安 必须静上何下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待人之老 成人之美 静坐长思己过 闲谈不论人非 信稿中许多这样的话 不仅句句暗和佛理 同时又都浅显易懂 直指人心 成为当时最广为人知的 警示额言 并深深影响着 伺候中国人 立身处世的精神 《印光法师》 把整个我们经理论三藏 全部把它摇在这个文桃里面 通过苏星的母神 所以说这一部 《印光法师》文超 后人成为大师 需要占尽 一点不顾问 据记载 梁启超读《印光法师》文超后 曾感慨 《印光大师》文字三昧 真今日群芒之言也 同样名列民国四大高僧的 红衣法师 更赞叹《印光大师》 是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正是在此盛名之下 1926年 受主治重修灵言山寺的 真达法师邀约 《印光大师》第一次登上了灵言山 这一年 大师已66岁 据这部成书于民国初年的灵言山寺记载 大师初登灵言时 寺庙还非常简陋 但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 两位高僧反而生发出一个新的想法 他们决定 要把这里建成一座客宫十方常驻 专修净土法门的道场 现在 镶嵌在灵言山寺大雄殿灰廊墙壁上的这块石碑 镶刻了《印光大师》当时亲手为灵言山寺制定的五条规约 其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主持不论是何宗派 但以深信净土 戒行经言为准 他就是说你不顾你哪一种人啊 到那个时候当主持的话 那你必须要新娘净土 这个事业无论是个净土多长 那灵言山因为它这个 以印光大的藻艺定下来 提出这个以不造粗粒啊 不传华很多轨运 那么这个都对福吉尔传统呢 非常好了 这个这个油粮传统 这个浮热固埋没过的时候 你开始定的短 我们要是真意到些人 这个事要是真 这个事外面影响很好 这个事到很好 就是固埋真意的好 寺庙之结束了早晨的功课 照例要从清扫寺院开始 投入每天的劳作 事实上 在灵言山寺 这种势必公亲 修行与劳作并重的作风 也由来已久 1928年 随着又一位僧人的身影 出现在灵言山的登山小道上 大规模重修灵言山寺的机缘 终于成熟 此后 就是在这位名叫 世妙珍的僧人的一粒操之下 陆续兴建起来的殿 堂 屋 舍 奠定了今天灵言山寺的格局 走进山门 这里迎面坐着的弥勒菩萨 面向庄严慈悲 完全不是人们通常所见 大度弥勒 笑口常开的形象 这是我们印光大师的一个用意 说明这个弥勒菩萨的 还要过57亿年才能成佛 所以我们灵言山寺 这个天观弥勒的用意 表示成佛 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 知道修行路程是非常遥远的 弥勒菩萨身后 这尊护法委托造像 同样十分特别 一改护法神常见的怒目威力 带致以慈悲香 附作于宝台之上 慈悲委托对面 是灵言山寺的核心建筑 大雄殿 这里供奉的不是人们熟悉的三世佛 而是一尊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殿东西两侧 也不是常见的十八罗汉 而是早期佛经中记载的十六尊者 这些独具一格的造像 据说都是妙真法师 请示印光大师后 以香樟墓一股质精雕而成 而那时的印光大师 因声望日高 不堪人世繁杂的困扰 以巧然由上海 退居灵言山下的苏州城中 印光大师再次闭关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 大师移居灵言山寺 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三年 这座地处苏州闹市区的寺庙 名叫豹国寺 一九三零年 印光大师来到这里 开始了为期六年的闭关修行 这是大师一生弘法 最为鼎盛的时期 虽然人在观众 但从全国各地赶来皈依的 俗家弟子却数以万计 大师最为看重的 佛经善书流通事业 也与此时达到了高峰 闭关第二年 一九三一年 由印光大师创办的 佛经善书印型机构 红画社正式成立 也是这一年 大师在净土三经基础上 增补而成的净土五经 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佛教净土宗的核心经典 至此获得圆满 一直被传习沿用至今 如今这个连通官房的小窗口 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当年 印光大师就是透过这里 每天定时与来访者交谈 同时也指导着灵延山上 四秒的重建 一九三六年 大师出关 这时 灵延山寺 已是中国 乃至整个东亚 南亚地区 最为著名的佛教净土宗 专修道场之一 然而第二年 一九三七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从上海迅速蔓延而来的战火 使苏州城 很快被笼罩在轰炸 和死伤之中 在众多弟子及有人力劝下 印光大师于这年农历十月初时 移居灵延山寺 从此再未离开 这一年 大师七十七岁 今天 灵延山寺东侧的这个小院 仍按原样保存着 印光大师上山后居住的官房 官房内的陈设十分简单 仅一看佛堂 一桌 一椅 一床而已 据弟子们后来回忆 大师当时已进八十高陵 依然自己烧水 自己扫地 自己洗衣服 事实上 这种深深影响着 灵延山寺的岛峰 贯穿了大师的一生 早在一九二五年 红衣法师李淑童 曾在普陀山与印光大师共处七日 他后来这样寄述大师的行持 与见师一人独居 事实工资操作 别无事者等为之帮助 师每日尘时尽周一大碗 无菜 时必一舍事晚 至极境为止 赴以开水注入碗中 抵挡其余知 即以之漱口 悬起咽下 唯恐倾其残余之范里 红衣法师 一再号召后人学习 大师的四种美德 即一为洗老 二为西服 三为注重因果 四为专心念佛 上午十点半 试尿至完成这天的劳作时 已是四里的五斋时间 试尿至于其他僧人一样 每餐饭后 都要以开水冲涮 并饮进碗内的余知 今天的灵眼山寺 这已是一个人人遵循的传统 这时 后山脚下 红化社的义工们 还在为向各地免费游记 佛经善书忙碌着 每隔几天 一些最新印成的佛经 也会通过这条细细的缆绳 送进山寺里 供求学的僧人们 学习使用 第一个修身第二 正经第三成一 灵眼山佛学院 是一所有着七十年历史的 佛教讲习机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这里成为中国佛学院 设立最早且最重要的分院之一 已培养了十五届毕业生 这六百多名 深受印光大师影响的僧人 如今正活跃在中国各地的 佛教丛林之中 生死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事 作为一代高僧 印光大师 迷路之际是如何面对的呢 印光大师性情沉溢 刚直 平常对视只问理 不讲客套 不留情面 针对有的俗家弟子 担心常把生死挂在嘴边不吉利 大师在林延山寺官方的卧室内 悬挂起一幅大大的死字 并在字旁写道 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死字 则道业自成 佛呀 这个才是真正了悟了佛法的人 才有这样一个体悟的 佛教最终根本能让我们看破 只有能够去面对死 才能够真正能够看破 才能够放下 所以这个字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 不是一个不吉祥的字 悄悄才是一个 让你凌悟佛法的一把钥匙 1940年 农历11月初三 晚 林延山寺的僧人们 起居官房小院 彻夜未免 巴士高龄的印光大师 从上半夜开始 就逐渐精神微顿 体温降低 六天前 印光大师在去澡堂时 脚步烧急 摔了一跤 虽并无大碍 但他开始挂念 林延山寺久无方丈 主夫择日为监院庙针法师 举办生人方丈法会 不料方丈升座之后两天 就到了大师 就到了大师 弥留之时 初四凌晨两点十五分 印光大师突然起身 锁水洗手后说 蒙阿弥陀佛接引 我要去了 大家要念佛 要发愿 要生西方 凌晨三点多 大师又叮嘱 妙珍大和尚 你要维持道场 弘扬请徒 不要学大拍头 之后便再不说话 只是动唇默默念佛 近五点钟 在大众的念佛声中 阴光大师如如禅定 笑容婉然 安详坐视 享年八时 僧辣六时 应当发愿愿望生 刻露西山任笔恋 自是不归归便得 故乡风月有谁整 这座位于灵眼东南山腰的小院 供奉着印光大师的设立塔 印光大师生前 在中国佛教界的威望极高 是对中国近代佛教 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 因此 他与红衣 虚云 太虚等大师一起 被后世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同时 印光大师专宏净土法门 并为中心净土宗 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 后人特尊他为 中国佛教净土宗 第十三代祖师 灵眼 原本只是太湖烟雨中 一座孤独自在的石山 自吴王夫差在此构筑行宫 两千余年里 这处曾备受皇家眷顾的无中圣经 便在人世的繁华与荒废 喧闹与落寞之间 沉浮流转 今天 当一切都已远去 当松风鸟雨 是应和着一声声 绵长的佛号 这里 仿佛又回归了 最初的清静与自在 宛如一面镜子 映照着山脚下的 滚滚红尘 这里是旅游卫视